好 如果现在你看到了 奥迪的新的电动车上市的资讯 然后确实也很想比较一下 到底他现在比别的入门集聚 有更多选择 我该怎么选 彤哥 你会怎么选 我呢 其实当初有这个199的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讲真的啦 电动车毕竟它不管是宁静度 还有它的这个空间使用 然后甚至于操控都是很棒的 但是呢 如果你花最少的钱 你就可以买到这个 对不对 很多标配你都是觉得很满意 而且是顶规的车厂 那他们提供出来的这个配备 然后它的 其实它的性能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我所谓的性能 就是说你在一般路上开 就是说你标榜几百匹马力没有用 如果你在路上开不稳 高速开不稳 或者说你偶尔去跑山 加速不行 对 加速不行 或者说会晃来晃去 像某一些这个标榜大马力的车 但是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 只是让你伤到自己 但是彤哥 我很想问一下 因为现场就有E-Tron 跟E-Tron Sportback E-Tron 45 Advance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利用早年有价 你可以199入手 但是你是比较喜欢它 还是比较喜欢流线的Sportback 我心里其实有点诚意 对 这是我的挣扎 就是199确实就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买下来 真的很划算 但是我看到外观你知道吗 我们毕竟就是比较喜欢 所以其实E-Tron 1的217我也很愿意 因为它的E-Tron 1 它有S-Line的套件 对对对对 然后Matches的那个LED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很炫 没有E-Tron 1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217吧 所以我有特别去问 它4月的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量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我报应的想法动气要选动 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们 地球王第一线邀您一起上线